好 就是我會 分封離心 然後後來我們那時候就組了這個妖怪樂團 就是 可是你知道一個團裡面 會遇到最大的問題 你知道是什麼嗎? 錢 不是吧 對 它是一個 沒有錢的解決有小事 也是耶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我們遇到最大問題是人的問題 我們換過了很多鼓手 然後也換過了很多合作方式 但是你知道我覺得一個團就是 如果你們沒有 在當你們還完全沒有雲氣的時候 你們這個團要如何堅持下去 就是你們要有共同的夢想這件事情 你們要有共同的目標 然後才能去支撐你們這個團 再持續的運作 要不然如果你今天已經 其實你如果今天是 已經靠你的運團在賺很多的錢 然後 你去外面 你們有固定的收入什麼什麼的話 其實那個都 那個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靠著夢想 靠著目標來賺錢 是 我覺得很難 對 因為人是會變妹 而且是在學生時期 然後你們畢業之後 又會有各自的想法 想要做東西又不一樣 而且在大學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想變強 每個人都在學習東西 像那時候我們舞手 他很喜歡學不同的 曲風的 他甚至連電音什麼什麼都常識 然後他可能就會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就會找到他自己 其實他想要走的路 所以但就代表就是說 他的心不會在我們樂團上面 那可能就有一個人 他就會 嗯 就會延伸到很多人的問題 比如說什麼 嗯 責任啊 或是 理念不合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心質又不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 分分合合這樣 然後也放了鼓手 所以 所以 我覺得那個時候 要聚在一起 但是純粹就是 憑著一股熱血就對了 反正那最後大家都走了啦 呵呵 呵呵 我們組成一倍的手 然後 那個時候 就都走了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就是主唱 然後 可是我又 不想要玩舞吉他 因為 以前 彈電吉他的時候 我都會有一股自我優越感 就是我覺得電吉他才帥 就是 我就像艾瑋一樣 那電吉他好像超帥 就是要跟他一樣帥 應該也會有自我優越感吧 爸爸只有我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早期的 那個大學的時期啊 你不會嗎 應該是 我不懂 就是 因為接觸電吉他有在工作 所以比較適合電吉他可以做什麼 然後不知道 木吉他可以做什麼 對 畢業一次有可能 對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 後來畢業之後 你以前都還可以 哦 嗯 好那是 我講錯了 反正後來我們就 他就 又去當兵了 男生都要去當兵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然後 我們團員的年紀 又不一樣 到這個時間 他當晚換他當 他當晚換他當 怎樣 就是 就是玩啊 就是 就是為一個這樣子 如果五個團員 還要一個人去當兵 這樣 就夠了 好嗨哦 對 就是會很麻煩 因為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 嗯 我們就散了 就是其實也不散 就擱在這邊了 好長一段時間 至少要一兩小時的時間吧 那也因為很多人為的因素 然後 所以導致這個團 就一直 弄不起來 這樣子 後來我就 我就覺得 不行 我還是想要 那種玩團 可是你知道高雄 它是一個 很 很 很 它的人沒有上台北這麼多 你要找到適合自己的人 很難找 我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找男朋友來台北找的意思嗎 哈哈哈哈 就是 你要找到跟自己裡面合 然後也想要做你的音樂的人 對 你要 你不是本身是在寫歌嗎 對 不一定我的歌 他會想要來編 對 然後或者是 也不是他擅長的 可能他想 可是我覺得他不OK 我覺得他編的就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這個很難找 然後加上 我們個性要的 才行 就是要 我們那時候也試了好幾個 你說 補手 對 超多的 對 背勢手勢直接也試都沒 不敢試了 哈哈哈哈 對 就因為真的他也太 就是 對 然後後來我就 反正就停了 停了之後呢 其實那時候我還蠻沮喪的 就是我覺得 你知道 我以前 就是 因為我書念不好 然後 嗯 我又不想接管 我 我家裡的 農場 我家是癢癢的 我想要去擠癢癢的 不想擠 我就是不想擠 我就是不想擠 很酷吧 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想很久之後 都是在摸那個 這樣子 對 我就是不想擠 所以 嗯 我就想要持續做 我喜歡做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我喜歡做我自己 又遇到了平靜這樣 就後來那時候 有一個東西 就是youtube youtube youtube那時候剛起來 那時候剛開始紅 紅 然後 他紅了之後 嗯 我好開心喔 就是 我覺得 每天都可以看影片 看完結 對對對 然後 嗯 我就是 會花很多很多時間 去欣賞 網路上的 國內外的一些影片 就是 嗯 又覺得他很像韓國人 然後 然後 這我自己覺得像嗎 我覺得他像韓國人 然後 後來我就看到了一個 女生 一個外國的女生 然後 他是他募集他 然後 他就 用了一個東西 叫做Loop 就是我找他這個東西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Loop 對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原來很久以前 陶澤也有用過 但因為畢竟 我不是陶澤的名字 所以我沒看過陶澤用 我第一次 他是吧 對 是他跟我講的 他說其實很正早以前 那個 是後來嗎 喔 好吧 2014 2014 好 這是BASS 誰會這樣講出來 對 默默的 這個是BASS 然後 那種女王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訝異就對了 我就覺得 哇 這個女生怎麼可以這麼酷啊 就是她可以自己做很多時候的音樂 她可以自己一個人用 就是一人的樂團 那時候台灣還沒有人 幾乎很少的人這樣都會沒看過這樣 那時候我就很震驚 而且她 那個女生叫KAT 你們有興趣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就是只要打KAT 後面名字有點長 不會聽 就KAT就有了 然後 沒有她就KAT吉他 對然後她 她是一個我覺得 而且她彈吉他的時候 我覺得 就感覺就是 她光是在影片上面 就可以讓我這麼的激動 不用想她的現場 一定會令我更震撼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 我就想說 好 那我也要買一台來玩這樣子 就是要跟她玩 對 後來我就買了一台 可是那時候 DOOP台灣也沒有 沒有樂器行記這個火 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工夫 去國外網站上面訂購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就買了一台 那個DOOP 可是 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 嗯 在音樂這個上面 已經 已經空太久了 就是 已經開始在慌了 就想要做一些改變了 可是我不願意拿入吉他 其實我是那時候還蠻排斥 拿入吉他 所以可是我看到那個女生之後 我覺得哇 這個女生她竟然可以拿入吉他 然後做這麼 這麼猛 她根本就是猛昧 所以我就決定就是 好 那我就拿入吉他 就是試試看這樣子 可是我沒有入吉他 怎麼辦 買一把 那種錢啊 大學的時候 你知道 你知道我怎麼做嗎 男朋友買一把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我不知道我那時候 沒有男朋友 你說哪一個 你還在那邊思考 你還在那邊思考 你是哪一個 每一個時期都有 哈哈 但是那個是 你還在那邊思考 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我也是遇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人 他就是我現在的老闆 就是一間樂器棠的老闆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就因為 很想要 擁有一台木吉他 然後我就想要玩如何 這樣子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沒有概念 我不知道 電吉他其實也可以用 有什麼其他的房子 但是我都只是問 就是只知道 木吉他他可以用 所以 可是我要買 我不想買太爛的 然後後來我就 在那邊 就是 做兩個月的店員 然後他讓我換到 那一把 兩萬塊的 吉他 兩萬 他原來是兩萬五吧 他是這樣講 我有講的 呵呵 對然後後來我就擁有了 那一把木吉他 他不是我第一把木吉他 我第一把木吉他 這個就不用講 這個就是 比較很爛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 我就去用勞力 就是換來了 我那一把 另外一把木吉他 其實我有時候 也是會拿他吧 他是 那個名字 我是不會看到 然後 嗯 我覺得那個木吉他 他有路本 我就開始 欸 我就玩得很有心得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很 爽 好 就是 真的很 你知道那個感覺 就是覺得 我好像 我好像 不是我們好像覺得 我又可以做出 什麼樣的東西啦 就是 我可以 就是 不知道 我有一點突破了 已經 就是停滯了這麼久 終於可以 有一點突破這樣 然後我 接下來第二首要唱的歌 就是我那個時候 嗯 用了我第一個 一個買的那個 looper 寫出來的 那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 其實很簡單 它只有四個可選而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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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沒有 沒有 好人 小時候你們也會有 那你過二十五之後 你就覺得 你就會知道 時間過了 谢谢大家